水质得到了很糟糕的吐槽,原因很简单 很多人看到水质就会害怕,七皮疙瘩一身起 水质柔软的身体,顽强的生命力,难看的颜色 以及吸血的本性令人毛骨悚然 大多数水质物种都是以动物和人类的血液为使的寄生虫 它们通常生活在淡水中 当水质来到毫无戒心的宿主时 它会偷偷地附着并开始吸血 它们会同时使用两个吸盘 其中一个用来固定自己 另一个是一组三角形的牙齿,用来切割宿主的体表 同时会分泌化学物质来吸湿血液,并使皮肤麻木 因此水质在吸血的过程中很少会被发现 虽然很多人讨厌也害怕水质 但这种生物越来越多地扮演着科学家和医生的得力助手